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放脏架的安装 把料夹推行至打片机位置 放下4个撑脚 右边指甲搭在打片机上 然后用水平尺 打水平 然后用打片机 用三角铁连接 确保打片机右侧与料夹右侧在同一条线上 3.汉耳机的安装 装汉耳机推至打片机出口处 在打片机成垂直状态 打片机出料对准汉耳机改一位 然后放低打撑脚打好水平 4.收料架的安装 收料架放置于汉耳机位端四角撑地 调整高低即可 装机器四个部位摆放完毕后 把料架与打片机连上电源线 将打片机与汉耳机连上电源线 将收料架与汉耳机连上电源线 然后将气管与汉耳连接 打开启发即可连线 关于机器测试 1.检查气压 将气压打到设定的之后 开关法二次确保是通气状态 2.检查汉耳机上拉耳线七缸夹子的开合状况 可手动电子法来确认是否开合灵活 3.检查汉耳机上四个抓线爪子是否联合开合 可手动电子法来确认是否正确 4.检查完启动元件后 打开电源总开关 等待电脑读完数据后按下集停开关 然后打开集停开关 在电脑里消除故障 5.当故障排除后 用电脑将机器启动在原点模式 6.当电脑屏幕上四伏电机全部在原点为止后 再将机器设置在自动模式后 启动加工 机器处于工作状态 7.机器在处于工作状态中 打边机会自动转动 收料架处于工作状态中 变动收料架感应器 当打到设定的口罩数量后 收料架流程性会自动 往前送料2秒 8.手动哈尔机的前后两个感应开关 手动一下 哈尔机风片会自动走一下 确定哈尔所有动作是否正常 4.材料安装 4.布料的安装 首先装195mm宽的无纺布放置在料架的最下边 一条旋转轴上 注意安装在轴上的左右位置 然后用手柄固定 目测布料是否完整容缺 2.装175mm宽的容喷布置于料架的硬胜方 确保容喷布完整容缺后固定好 3.将175mm宽的无纺布放置在料架的左上方 一条旋转轴上 前后位置正确后 将手柄固定 目测布料完整容缺点 4.将三卷布料按顺序经过脚边器 再经过打片机镳口 再经过打片机压轴器两个 然后经过打片机定型后 进入痕接部位 手动将布料经过切刀轮轮 最后进入输送带 4.2.鼻梁条的安装 1.将鼻梁条整卷放入放料盘中固定 将刹车调至合适的位置 2.将鼻梁条的头拉出后 沿切鼻梁条的装持 2.将鼻梁条从轮子装入 再将鼻梁喇叭安放好 放入鼻梁条 3.耳线的安装 将耳线从汉耳机左右 两个位置标准装入即可 确保感激开关敏感 确保耳线正确 5.打片机调适 1.口罩机宽垂调适 3卷料顺利通过定型器 1.焊接齿 滚刀后 调整定型心两边的线位块 调整至9.5mm至9.3mm 按着口罩位置 5.2.口罩的长度调适 当焊接齿处连接良好 口罩的长度不够时 调整第一个松脚管的压力 压力大时 口罩变长点 反之口罩会变短点 3.当一盒二胜水后 注意切刀切在焊接位的位置 这时调整微调即可达到要求 如果不行 则必须将焊接齿转动一下位置 这达到切在焊接正中部位位置 4.鼻梁条的调整 当长度不够时 要将松脚前后两个的压力调整 直至达到要求长度 将鼻梁条形至口罩 而不在口罩的正中位置 这时必须将切刀齿轮 螺丝松开前后转动切刀滚轮 直至鼻梁条至于口罩中间为止 6.汉耳机的调整 1.瓦片的调整 当设置圆点模式后 如果瓦片与汉耳中不在正确位置 调整瓦片链条马达上的感应开关 位置即可 2.当口罩还没有进入瓦片中时 移动汉耳机直到口罩进入瓦片 它会满得完好 3.耳线的调整 原则上耳线汉在口罩上 两边压制的汉点是比较均匀的 如果头出现冒头 则口需调整一下 剪刀位置即可 当移动剪刀达不到10小时 则需要拉耳线钢的圆点重新设置 4.当耳线汉在口罩中出现歪切时 可能拉耳线夹与抓耳线夹不对称 这时需调整 抓耳线夹的圆点或抓耳线夹的角度 5.当耳线过长或过短时 此时确保过线部位的光滑 确保马达是否正常运转 感应开关是否明明 然后检查耳线调整较快 调上则耳线会长 反之会变短 9.调耳线调整 当汗棍压到太紧或太松弛 在电脑上 调整汗棍上下的形成即可 当口罩出现一边或某一个脚汗不好时 需调整相对应超声波模具的高低来达到需求 7.收料价的调试 当机器打开自动膜之后 收料价成为工作状态 首先右手 打看开关是否灵敏 延长的时段 调长至最佳状态 探感应器次数是否与设置的数值相符 打完次数后 输送袋是否送料 送料时间是否太短或太长 调至最佳效果即可 8.打片机故障排除 打片机场出现的故障 有口罩的长短 切捞的不均匀 焊接不齐 内背量不够长 不居中等多种原因 8.1 首先必须保证三块面料的居中 可以调整面料的左右 然后调整脚面器左右 当每换布料时 必须把相对应的开关复为一次 2.保证口罩打出来的宽度 在9.3mm到9.5mm之间 调整压折器和调整线位块 达到正确即可 3.保证口罩打出来的长度 在175mm到173mm之间 调整前后压轮质最佳对视即可 4.焊接不劳时 看超声波电源开关 是否超声波超载 是否磨叽有异想 5.鼻梁头太短 调整压轮压条子的力度 6.鼻梁头不居中 松开齿轮螺丝 转动 装刀 滚轮 调制最佳位置 锁紧螺丝即可 7.口罩切不断 切不齐 调整压轮压力 把两边的压力 调制均匀即可 9.哈尔基故障排出 1.链条错位 口罩进焊点不在标准位置时 调整链条 电击感应开关位置即可 2.哈尔带汉不劳 调整汉棍的上下位置至标准位置 3.耳带两边不对称 或歪斜 把专耳线夹的角度 调整至最佳位置即可 4.耳带过短 调整电击速度 调整感应界零密度 调整耳线线微快上下位置即可 10.圆点设置 首轮模式时 调整相对应的Y轴 Z轴 A B C V U B2 V2 U2等轴 进入维修群组 S 按 2222 密码 进入程序 点击绝对圆点设置 如 Y轴圆点设置 身份片根 按 按 S 按 密码 2222 专按群组 圆点设置 绝对圆点设置 按 1 4 设置 Y 正确位置 关闭键停键 返回自动模式 找到Y轴形成数据 在手动模式状态下 点击Y轴下 摇动手柄 Y轴向下移动 达到自动模式界面 上Y轴下形成数据后 目测焊滚 Y轴 是否达到了超深波模具表面 具表面0.1毫米 用塞尺量 即可 4个角都一样尺寸 如果按Y轴下 数据目测距离不对时 手摇至理想数据后 鼠标点击蓝色便来 在键盘上输入手动后的数字 确认即可 设置完成 其余各圆点和形成位置一样 其余各圆点和形成位置一样 在键盘上输入手柄 在键盘上输入手柄